人工智能技术彻底改变了全球经济潜力 从生产制造到客户服务 几乎离不开自动化系统 中国南沙港也紧跟时代的步伐 打造智慧码头隔空取物优势 采用的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经营自动化码头不仅省下了七成的人力 还能开拓航线扩大世界版图 究竟这一项尖端科技如何实现无人港口操作 一起去探个究竟 在汽车制造业 集成电路和人工智能领域 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 中国广州的南沙港码头也善用优越的地理位置 晋升粤港澳大湾区的主要物流枢纽港口之一 截至去年9月底 广州港集团的集装箱班轮航线共有214条 外贸航线就占了169条 接连全球400多个港口 庞大的贸易离不开顶尖的科技助阵 南沙港引入创新的技术 成功摆脱人工操作 专心为全自动化码头 有了北斗卫星导航技术的加持 南沙港区的主要集装箱装卸工作 都由智能引导运输车IGV系统操作 实现全天候作业的高效率 降低人员依赖 我们现在目前四期码头 大约员工是350人左右 比传统的码头可能要减少70%左右 比如传统码头的那种传统的装卸工 什么司机装卸工 那些传统的岗位 基本上这边就已经不需要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转变 然后这也要求了我们平时 就是传统的那些员工 需要通过这种新的岗位的转变 去学习新的技术 推动无人操作的南沙港区自欺 从原本的传统人力成本 大大减少了70% 真正实现了无人港口的目标 而专注在东北亚和东南亚的专线方面 就达到了总贸易的60% 除了占比最高的东南亚和东北亚航线 南沙港也在一带一路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下开通144条一带一路航线 和93条RCEP成员国航线 连接欧美、中东和美洲等全球主要贸易枢纽 港口贸易迅速扩张和实现转型之际 人们都对这个领域的认知打破了成就的观念 让更多具有专业知识的女性做出贡献 根据介绍南沙港的女性工作者增长了五成 男女比例也拉近到6比1 实际上这座全球首个使用北斗航线系统和5G通信的自动化码头 也在应急方面滴水不漏 不仅借出三种不同的定位系统 更和香港科技大学合作研发人工远程操作系统 确保码头运作顺畅 说到智能化发展 广汽集团在广汽科技馆超级体验中心展示了自动化 智能化、网联化和共享化之余也提供销售和售后服务 除了有最新、最炫的车型 也介绍高效动力的电池系统 甚至推行无人驾驶技术 在南沙的街上就可以看到无人驾驶的汽车 为先进技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无论在经贸或人工智能发展 中国南沙区都展现了智能从事的新活力 积极探索生活与科技密不可分的经济价值 马兴社电视陈伟伦专题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